第三個部分,就是說網路上面 Eclipse 更新,目前是會有問題 所以這裡的話,我提供給各位另外一個版本 這個版本是 之前我已經更新過一次 不久前更新,沒有問題的一個版本 這個版本,後面掛一個new 你就把這個版本 download 下來 那就不要再更新了 因為現在更新可能 不知道是不是 Win 7 的關係 他有一些64元的東西 所以更新之後的話,會產生衝突 Eclipse 不是 Google 的 所以他有一些相容性還是有問題 還是有問題存在 那 Google 當然自己也想要開發一個 自己的 ID 的開發環境 所以他最近有做了一個像 Google 的 Inventor Android Inventor 就是說你會寫程式 他可以在雲端上面寫程式 不需要直接,不需要寫程式 他自動用拖拉的概念 就可以把程式,有點像拼圖一樣 就可以把程式寫出來 這個未來的趨勢 那現在我們用 Eclipse 的話 請你下載這個新的 那不要再update 就不要再把它做update的動作 好了之後的話 接下來 那不要這個地方 記得就不要把這個 不要缺服update 因為我發現有些同學的update之後會有問題 那不過會有一點點差異 在你用一個 Android Project 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他的畫面就不像剛剛是 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而是說 他就只有一個頁面 全部都包含剛剛的三個動作 那比如說這裡 我們再來 try 一個 Hello World 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 加一個 2 好了 Hello World 這個 Android 2點 點 Hello World 我們直接 package main要改一下 前面要一個 domain的概念 那版本的話 他自動會加 按一個完成就好 那會產生第二個 第二個 Hello World 2 那這邊的話呢 一樣的部分 我們就展開 layout 在resource 底下有個 layout 這個 main 的部分打開來 那打開來 我希望做一個動作 我希望在這邊加一個按鈕 當我按一下按鈕之後的話呢 上面的這個 test view 要改變 改變成 比如說 您按的按鈕 這樣幾個字 顯示上去就好了 就按的按鈕 然後上面顯示 我想這也是一個 最基本的一個程式 那怎麼撰寫呢 首先呢 第一個 請你在 which 這邊 找一下 那特別注意 這個如果說你的解析度 假設是解析度比較低的 或者是不是寬螢幕的電腦 他會有個問題 底下這個 phone bridge 他會顯示不到下面的 那必須要把這個地方拉開 像這邊還好是 我們的解析度比較大 所以呢 在展開沒有問題 那找到 button 這邊的話有個 button 把它拖拉過來 放開 好 這樣的話就加上一個這個 button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目前喔 往這個方向看 這邊 有個概要對不對 以後呢 你設計的所有的元件 都會顯示在這裡 那也就是說上面它的 現在版面配置 預設是叫 Linear Layout 所謂 Linear Layout 就是線性的 一層一層一層 你不能夠跳到旁邊去 如果你要跳到旁邊的話 你要必須要改成別的 所謂Layout 別的版面配置 那上面的話 我們看到目前呢 有一個叫 Test View 一個叫 Test View 然後裡面有文字 拍個Button 1 好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設計好一個 Test View跟一個Button 請你把它更改它的ID 上面的ID呢 請你按照